二十九 這最底的.. 這最底的怎麼用啊 魔力堡的最底怎麼用啊 哇靠 哇靠 來先看啊 先看啊 這個很明顯是有球才會有的程度解放嘛 你看嘛 你看他這個解放 可是你要看喔 他完全沒有任何的球喔 可是他的..他的解放範圍超大 看到嗎 看到他..他的解放範圍超大 有 對然後..然後看他的..然後..然後看他的傷害 對..看他的傷害 看到嗎 他真的沒有球 你看火鳳王血..你看我看火鳳王血喔 火鳳王血這樣 他沒有半顆球喔 沒有半顆球他一直狂炸喔 這個超BUG的 如果..如果你要解解放的話 你知道這件事情超級強 超級BUG 他直接..你看他..他傷害高到.. 他直接沒有觸發那個..他傷害太高了 他高到沒有觸發那個..守衛..守衛出來幫忙 這個..這個已經確定是BUG了 這個..這個已經確定是BUG了 這個是確定是BUG了 這個是確定是BUG了 好..我們來..我們來看他POB 給..給大家..給大家看他POB 你們..你們會了解這個流派到底是怎麼做到的 來來來..你們才會..才會了解這個流派到底是怎麼做到的 這邊..都不重要 重點是什麼 來看他..看他的項鍊 他的項鍊是這樣子 酷生斧..全域暴力加成69% 7..7..然後..他下面是兩個 -2最小暴力球 -2最..最小的恐龍球 這個都是本季特產 你必須要.. 他這怎麼做的呢 很..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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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就是超級簡單的 你就是丟引力C 你丟引力C之後 你就所..呃..這個.. 這個..這個可能是艾斯林做 因為他有暴力加成 這個應該是用艾斯林做的 反正就是..隨便不知道怎麼吃 然後艾斯林做的 艾斯林..很高機率可以挑到 最小..呃..最..最小狂怒 狂怒暴擊耐力 反正選一個 選一個..啊..這..這套應該重點 他的傷害是比較.. 我..我記得..我記得他.. 我記得他傷害是那個..閃電高 反正..不重要 反正..不重要 反正就選一個球 反正..反正選一個球 狂怒暴擊 然後..你..你選好之後 把另外一個..你.. 另外一個你要的球打上去 然後丟虎 希望他變反過來 然後他這個就反過來了 減二最小狂怒球 減二最小暴擊球 戒指 一樣..減二最小暴擊球 減二最小狂怒球 一樣..減二最小暴擊球 減二最小暴擊球 減二最小暴擊球 所以他這樣總共做什麼好了 他總共藏住身上 十..十..十二球 六狂怒 六暴擊 他每一次解放 都視為他有 六狂怒、六暴擊 所以..這個扯就扯在 解放那個技能 他本來設計是 他..他會讓你久久才能放一次 因為..可是他不是限制你的CD之間 而是限制你 得球的方式 因為你..基本上沒有方法 很少有方法可以讓你 在..因為解放11多久喔 解放11兩秒 你很難在兩秒以內 拿..拿滿 六狂怒 六暴擊 這個..這個方法很難 有..有方法 可是..可是那幾個方法通常都很..都很難 這龍哥有特別 根據..為了這個影片 他有說 他其實不希望 這個東西被移除 因為他覺得 卡安德 因為..因為..因為.. 因為他..他表示這樣子 他表示這樣子了 他覺得卡安德自無的映射機制 就在鼓勵玩家 去找一些 打破遊戲 機制 跟很..很..很broken的一些 流派 所以他..不希望 這個東西被移除 所以他..他支持這個..支持這個東西 至少這..這技要留下來 誒..我不知道 好.. 因為馬克說這個東西 那時候有人 問..在論壇裡面 問說這個東西是不是bug 會不會被修復 然後馬克回..回答說 他已經把這個東西修好了 然後我不知道這個東西 這東西哪時候 會上限 有些人就說 喔..這東西在下個檸檬上限之前 一定會被修 什麼的 可是我並沒有這樣講 我只是.. 我只是說 喔..這個東西是bug嗎 這個東西確實是bug 我把它修好了 可是我不知道他哪時候會上限 馬克是這樣回 因為馬克是程式設計師 可是他並沒有辦法決定說 這東西哪..哪時候要上限 這東西絕對是bug啊 這東西後面再講 這東西絕對是bug 你..解放..解放 就是要求你要有球 可是你沒有球 然後你也沒有..身上沒有任何的球 跟球相關的..相關的狀態 你卻可以打出六球的傷.. 六球的傷害那不對 那不對 對..確實 確實 我..我就..我就先跟你講 然後這個東西 確實很屌 也很有趣 但是..我..我跟你.. 跟你老實講 他其實沒有看起來 那麼的快樂 因為..這個.. 他的裝備太好了 他的裝備其實太好了 所以你真的要組的話 你可能..要組的.. 要..要有點心思 才可以像他有這種..打出這種傷害 可是我也可以講啊 這個東西真的.. 你要能夠.. 你要能夠做..做的.. 你要做起來.. 就不難啦 我看..我看覺得不難 你要啟動這個流派不難啦 這個東西不.. 這個東西修不修不是重點 重點是.. 這東西他是認為是bug 那到底會不會在這個聯盟 就直接更新掉 那這個就.. 就沒辦法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bug嘛 難說嘛 難說 所以我..我沒辦法跟你一個保證 我只是跟你講 Facts表示這個東西 這個聯盟不會修 可是Mark說他已經修好了 所以我不能..我不能給你保證 然後.. 我有看到說 他們有討論 Mark下面有另外一個討論 就是說 他認為說 下一季或許 會把.. 會根據他這個新寫的一個程式 程..程式碼 他.. 新寫的這個程式碼之後 他會把它.. 就是.. 會變成一個新的一個機制 就是.. 可能之後會有.. 跟附罪小球相關的機制 也說不定 看看 也有可能啊 反正.. 就.. 跟大家講一下 在這裡 貼給你看 那如果你.. 你要查的話 就查這個.. 查這個關鍵字 Some case Discharge With Leroy charge 然後有.. 20.. 20.. 20 million DPS 如果你能搞到12球 我看看 能搞到.. 搞到-12球 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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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戒指都是 負.. 負.. 超難欸 負十.. 負十八球 負十八球 負十八球超猛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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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傷害會比他現在多338 然後還有超大AOE 然後還有超大AOE 不是.. 不是.. 負最小球不是吉他最大球 不是這樣子 他的運作不是這樣子 他的運作是這個樣子了 喔 項鍊沒辦法減喔 減六喔 來想.. 想像一下 想..想像一下這個概念 就是他簡單的就是 你的.. 最小球 你的最小球 他會在你解放 這個技能 解放的時候 視為你有.. 你有.. 你有那個.. 最小.. 負最小球的.. 的數量 比如說你有負最小球 有負四顆 你解放的時候會視為你有四顆 但是這個有個.. 有個點呢 下面有人問說 那這個東西可不可以跟那個.. 閃打 閃打跟那個.. 雙爆這些東西 去..去互動 然後.. 作者有去試 嘿.. 拿Walk It 那個.. 雙爆跟閃打 都不能靠著負最小球 來去無限刷新人缺時間 所以看起來目前這個Bug 只跟解放有關 目前.. 目前我看到資訊 這個Bug只跟解放有關 那如果你有看到什麼其他資訊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就這樣子 就.. 就Bug了 對.. 這個東西我.. 我其實有點想去組一隻 可是.. 想一想就懶了 因為.. 這.. 他這裝備太好了 要搞..搞出來再麻煩了 可是我覺得他這個.. 確實不難啊 來..